好,這個,我今天要提的是,因為我們第四年了嘛,那我們原來都是用每年一次活動的方式來辦這個童話松。 那為什麼會提這個案子?其實是因為,我昨天早上起來發現只有一個提案我覺得很驚慌。 所以我就想說,但不行,我要趕快想個提案。 然後我就看到,GMB.Zero那邊有一位叫Stanford的工程師跟律師,他就在問說,台灣的地方創生有沒有用Web3的這個工具。 然後剛好我上個月去,不是上個月,就四月初去日本的時候,日本最近有很多地方創生的案子都用道的方式在做。 那包括說,這個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是這個,他們有一個警理的案子。 這個警理的案子就是他們透過BNT然後去做一些連結。 所以就會有一些數位村民的概念,然後他們也可以透過辦公的方式來在社區裡面做一些貢獻。 那我覺得我們這邊有很多人已經有一些就是經營的基礎,包括說那個雞蛋的部分,那個雞蛋還有那個就是在地的比如說像導覽這些。 那我不知道我們可以,我今天想做的是,是去討論看看未來銅花收入,我們有沒有可能把它用一個更有結構化的方式來做。 那讓大家不只在四月底五月出來的時候,我們可以得到南普這邊的訊息。 而是平常我們就可以跟社區這邊的社區有更緊密的一些連結的方式。 那這個已經,我昨天提了之後呢,其實我大概只寫了這上面,然後後面都是空白的。 那這些就是Stanford他在美國幫我補的,一直到這邊。 所以那個Gymie覺得很誇張。 然後這邊下面開始,是哲偉幫我補的。 所以我就是睡一覺起來,我的共體就完成了。 結果世界上沒有比真更好的事了。 然後那包括哲偉還幫我想的這個跟SEG還有MFT, SDG還有跟FT的關係,然後還有發幣的各種XY種的發想。 那我今天就想要跟大家討論一下說,如果從這個方向下我們可以怎麼做。 然後有沒有什麼簡單,就是又有效率的,又容易做的方式來完成這件事情。 好,那我想包括幾個。 一個是這個理念是什麼,然後可以邀請什麼樣的參加。 然後希望完成的目標是什麼。大概就是這樣。謝謝。 謝謝。